新城乡寒冬送暖岁末围炉是乡长合理台十三大社会福利政策之一 他表示春节是中国很重要的节庆 家家户户都会准备风炫菜肴围炉和家团圆 因此也要让弱势家庭也可以欢喜云熙年 由乡长合理台任职乡长期间首创 并且连续到112年度寒冬送暖岁末围炉活动 邀请下面的中低收入户 赌计长者以及本所安心上空缩顾人员参加 这样的合理台感谢各界的爱心捐赠 也感谢柔衣理法厅 年年都提供免费的预检 后来试试会的血糖检测 让新城乡寒冬送暖岁末围炉活动 能够在温馨热热办理之下 带给乡亲健康喜乐 对于过去2022年所有不足够的事情 就让它随着流水流走 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希望 新的祈祷 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都能够平安 都能够顺利 而且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长久来在世末围炉这个之后 我们要感谢所有各界对于 我们现象弱势主体的一个关怀 出钱出力 可以说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展露无遗 以来要代表现象各界 向今天所有知识 今天参会所有的好朋友们 所有的企业界各社团 来表达感谢之意 也祝你们事业 非凡疼打44岁 大探级 每一年都来给我们关心 现在我要求我们所有的乡亲 重用最热烈的掌声 谢谢他们 谢谢 谢谢所有的爱心团体 留你们真好 立位富根姐在百年当中前来参加 同时也相当的感动 有许多企业家的爱心一起来响应 我们花莲的这些企业 每一年在地打拼 创造就业机会 跟地方一起成长 最后呢 岁末年中 还要来关怀 这么多的 我们的家人好朋友 岁末年中 过去的一年 我们走过来 再一次看到 和立台乡长 所带领的团队 让我们新城乡能够发光发热 接下来 未来的四年 还有更多的观光旅游 企业集团 会进入我们新城乡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让我们的子女 能够在地的服务 让家家服务 都有更多的机会 来团圆 我想和乡长 对我们新城乡 地方的事务 非常非常熟络 她又愿意全新的投入 跟她的夫人美华 一起啊 来为地方 做更多更多的 这些建设 以及公益 我昆琪啊 真的很感动 家长和立台北老师 请能向大家 停在彼此互助 分享 玩火与事实当中 哥哥拥有爱心 以及被爱的能力 应该在岁末之际 伴依寒冬送了 围辱岁末活动 感谢各界的爱心捐助 回馈社会军旗协助 相公所办理这些活动 一干协力 和公旗 非常照顾新城乡亲 现场还加码 全身加菜金 新城乡公所就有 围辱活动 让各界发挥爱心 光怀独就老人 中低收入 富等等 弱势族群 使得得到社会上 更多的关注 也让弱势家庭 朋友 更有勇气 面对承担人生的逆境 重建乐观正向的生命意义 更显现新城乡丝富而豪利 具有爱与光华的温馨幸福之乡 接下来我们请不吝点赞